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终结者模式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分为如下三个课时进行学习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终结者模式的概念解读 然后我们来学习一下终结者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最后我们来用代码的方式对终结者模式进行总结 那么终结者模式和我们之前学过的代理模式 它俩是有完全不同的区别的 同学们不要只看看这种文字的介绍 那么一看终结和代理是一样的 其实终结者模式跟代理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终结者模式的概念解读 那么我们还是分为以下两个知识点进行学习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终结者模式概念的文字解读 然后我们学习终结者模式概念的泥物化解读 首先来看一下终结者概念的文字解读 终结者模式是用一个终结对象来封装一系列的对象交互 终结者是各对象不需要显示的相互引用 从而使其这种解偶 而且可以独立的改变他们的交互 那么这个呢 我们如果看下来啊 同学们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再用普通话进行解读 终结者模式 那么首先呢 它是一个模式 是用终结对象来封装了一系列的对象交互 它呢 首先是一个终结对象 那么终结对象 大家要知道 它肯定是一个中间的载体 封装了一系列的对象交互 OK 它封装了谁的对象交互呢 就是说它有很多对象要围绕着它 以它为原心 然后呢周围围绕着很多对象 那么这些对象在进行交互的时候 都是由它来进行信息的输送 那么终结者是各对象 不需要显示的相互引用 就比如说啊 现在我们都来这家公司上班 那么现在公司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九点必须上班 那么呢 我不需要口口相传 说给小王打电话 明天九点上班 然后呢 再给小李打电话 说明天九点上班 只要我们围绕着这样一个中介的载体 它会统一的给我们来进行信息的发布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偶了 而且可以独立的改变我们之间的交互 比如说明天九点上班 八点五十呢 我怎么样 我在楼下等你 我们走去 那么这个交互 是咱俩独立的交互 而不是再跟这个 有相应的一个偶合 但是呢 这些公用的信息 是被我们偶合进来 那么其实这个有一个非常牛化的例子 我们来看 大家都知道这是飞机的塔台 那么通过这个塔台呢 它向各个飞机之间发送一个交互信息 比如说我们的A飞机 B飞机 那么这两个飞机之间呢 比如说A飞机现在需要告诉B飞机 我还有300米着陆 那么B飞机说呢 我还有500米着陆 避免它俩相撞 两台飞机还好 那么如果天空有非常非常多的飞机 那么这个时候A对B说 B对C说 然后呢C又对A说 这些多对多的融合 就会让整个一个逻辑乱套 那么很容易弄不好 就出现飞机相撞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把信息全部通过中间这样一个塔台 比如说我们塔台OK来了 然后A飞机说 那么现在我距降落300米 然后塔台接到 向所有飞机发布 比如说B飞机 那么下面CDEF说A还有300米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呢 这样的话就能处理了这样一个偶合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几课这个文字概念 它我们这个塔台 就是封装了这样一系列的交互对象 中介者使对象之间不需要显示的相互引用 从而使其解欧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中介者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中介者的模式有什么样的作用 在软件开发中 中介者是一个行为的设计模式 通过提供一个统一的接口 让系统不同的部分进行通讯 一般如果系统有很多子模块 需要直接沟通 都需要创建这样一个中央的控制点 让其各模块通过该中央控制点进交互 中介者模式可以让这些子模块不需要直接沟通 从而达到了这样结偶的目的 那么这个一句话概括呢 其实也就把中介者的作用说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你发现有一天 你的系统需要进行这种多对多的沟通 那么或者说有很多子模块需要直接的沟通 你都需要创建这样一个中间的一个节点 这样的一个中介 那么如果说你业务逻辑非常简单 那就没必要了 直接去告诉B你要做什么 当然如果说你业务模块会逐渐的增大 那么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中介者 做这种消息中间的通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有什么相关的注意事项呢 当系统出现了多对多交互复杂对象的群史 你先不要急着使用中介者 而是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系统设计有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真的是因为你逻辑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 这个中介者是不是该用 设计模式并不是直接套出来就要使用的 而是根据你当前的系统需求 那么下一节课我们就来学习 中介者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同学们也要了解一下 这个设计模式像刚刚老师说的一样 不要为了设计模式而设计模式 首先让系统尽可能的合理 设计模式呢 它是为了整个一个系统的合理性而生的 所以说呢 在你设计的合理的前提下 如果真的解决不了你现在的问题 你再引入设计模式 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中介者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进行代码实战 那么首先我们在桌面建入一个叫做 index.atml这样的文件 那么还是为了我们进行一个浏览器里的查看 那么加入meta 然后呢 加入一个这样的utf-8标签 OK 然后我们加入之后呢 进入script 下面呢 我们就要用我们学过的这样一个塔台的概念 我们来实现一下中介者 那么我们有什么 有飞机 我们的飞机呢 都一样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飞机它是一个负类 OK 那么飞机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一个什么 这个飞机它叫什么名字 这样在我们塔台呢 我们好去分发这个对用的频道 那我们把这个飞机呢 给它这样一个属性 叫做this.name 等于什么呢 name OK 有了名字之后呢 我们这个飞机还可以怎样呢 还可以去发送消息 但是发送消息呢 你一定要把它挂载到protimes 然后我们可以send这样一个消息 OK 那么send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 首先是消息内容 然后是给哪台飞机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呢 直接就把这个相应的消息 我们给谁呢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 别去直接给那台飞机 而是怎么样 给我们塔台 等于faction 或者说我们让塔台 直接等一个大的对象 那么在我们大的对象上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叫做all 那么这个all里边呢 注册着这些所有的飞机 然后我们这里边呢 再来一个叫做什么呢 注册 因为在你飞之前呢 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把你飞机注册到塔台 要不然我找不到你 那么this.all 那么我们把这个相应的名字 我们叫做t吧 然后t我们给它注册上等于一个 朋友们 这个t等于什么 这个t啊 一定是当前的飞机的实力 为什么 因为我要掌握你飞机所有的东西 那么这个是把这个名字给上之后 我们要让这个飞机的实力传进来 那么这个是注册飞机 然后呢 同学们这里边要知道 刚才说了 发送消息不是由你来发 而是谁发呢 而是当前我用这个相应的塔台来发 那么好 这里边我就可以有人去给我发信息了 就是塔台点send OK 塔台点send的什么呢 就是把你这个相应的一个数据给人传过去 那么发送了信息之后呢 这里边我们还要有一个什么 接收信息 因为你发出去之后呢 有发就要有接 好 我们这里边有个receive 或者我们直接叫做接收吧 这样让大家能非常好的理解啊 OK 然后接收里边呢 那很简单了 我们直接就说一个message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console.log console.log谁呢 this.name this.name 然后加上什么 加上我们当前这个文字 接收到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传递过来这个信息 OK 那么这样呢 当我们声明很多飞机实例的时候 就能接到了 那我这个send呢 同学们这里的send就有意思了啊 那这个send要怎么样呢 this.o o 我就要铸造飞机 好 首先是飞机1等于new飞机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给它叫做飞机1 朋友们看一下 首先要给人家注册一个名字 然后在下边呢 我们再来一个 this.o 或者说我们直接 war飞机2 等于new飞机 然后呢 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飞机2 OK 朋友们这两个都注册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向塔台去 去注册你这个飞机1跟飞机2 因为这样的话 塔台才能知道你们每个飞机都拥有什么 好 this.o 谁呢飞机2 OK 同学们要理解一下这里啊 我去注册的时候 当把它注册进来 那么我这个this.o 上找到了飞机.name 那么就把你当前这个属性的实例 给找到了 这里边我们啊 有同学对这个作用欲 如果不感兴趣 或者说不是非常敏感 我们把它起成个f啊 那么this.o 点f 等于f 就可以了 那么OK了 有了这个之后 同学们 我们来做一件事 那么就开始 send的谁啊 是不是有这个send的呀 那我们在这个飞机上注册了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 传递一个 我马上降落 还有200米 OK 然后给谁呢 给我们这个当前的飞机2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了 当前这个飞机2 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息 那么在我剩的之前 我在这里边再打出来一个 就是this.name 加上什么呢 发送了信息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当前整个的一个代码 我们在lern7里来看一下这个信息是否发送成功 我们点下这里 他发现this.注册 is not undefined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册 是我们把这个注册写错了 这个注册应该是谁啊 应该是塔台 所以说手写代码的时候呢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他又报了个错 大家要看一下 首先人家发送到信息 但是这个this.name is not a faction 好 他说this.name is not a faction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这里边啊 this.name 是当前飞机的对象 我们怎么样 receive 或者说叫做接收 OK 我们让我们这个里边的对象 接收 这样 飞机一发送信息 飞机二接收到 我马上降落 同学们看一下 我对飞机一跟飞机二之间 我直接把这个消息发给了飞机二吗 没有 而是交给了我们的塔台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中介者的模式 那么其实在我们实际开发应用中呢 这个小模式呢 也是挺有用的 就是我们可以做很多这种相应的很多这种子类 那么我们进行这种消息的一个通信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中间这样的一个替我们去分发 那么它能帮我们做很多我们所需要这种直接偶合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让它帮我们去配置 有的东西说呢 老师看了你这么多设计模式呢 那么我一直好像还是不大明白这个设计模式到底是干嘛的 其实设计模式本身的概念就非常抽象 老师用最简洁的语言把这些年的概念总结出来呢 也是希望大家平时在开发跟学习的过程中的能尽快的掌握好这种模式 然后随着你项目的经验越来越多 那么其实呢你去掌握这种设计模式你会突然间的才能明白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设计模式或者说你项目经验不是很丰富的话 那么老师还是建议呢你把这个概念理解了 然后把它转换成万物的这种普通的概念 那么等你将来用的时候随机一拨马上就能明白 所以说不要焦急 好那这节课我们就讲到了这里 谢谢大家